大家好,我是Rdo,本期我们继续讲述越狱第二季的故事 上一期说到了林肯的父亲老林肯准备主动出击 原来他们这一群人都曾经是公司的雇员 公司掌控着美国政府操纵政局政策 就在不久前,一个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 深入到了政府的一个高级监控程序 这是自911事件之后对全美所有信息进行监控分类的隐秘程序 而分析师无意间发现总统卡洛林和其死亡的弟弟斯蒂曼的一通电话录音无比的震惊 林肯的死刑就是因为谋杀了斯蒂曼 而你斯蒂曼活得好好的,这不是大阴谋吗? 最终录音带被带了出来,游戏给了女主的州长老爸 这也导致州长的死亡以及女主被追杀的直接原因 总之有了这段录音,林肯的冤屈不攻自破 而他们也可以趁此机会扳倒总统,扳倒公司 两人话真说着,没想到啊,他们队伍里还有个卧底 直接受任于公司的小领导基姆 接到指示,将林肯祖孙三人全部杀死 这人手脚矫健,一路畅通无阻 但在房门前一蛋壳落地的清脆声 林肯混道上十几年,刀口舔血的长大 警觉的狠,立马招呼大家躲起来 两个人流打到了一起,最终被老林肯的漂亮女手下给救了 就冲着妹子的救命之恩,怎么也要以身相许啊 不许不行的那种 此时电话响起,正是基姆过来询问情况 林肯接起电话一番互怼 大致意思就是你死定了,你才死定了之类的 有点奇怪的是,基姆作为幕后公司的一个高级负责人 手下控制着凯勒们 凯勒们的手下才是FBI高级探员马虹 职位肯定是不低的 但你坐的这个后排是不是挤了一点 你不会就是坐着某个传说中的1.3T豪华7座SUV的第三排吧 另一边的Michael,500万也飞了 植物园买的东西也没拿到 只能转头去买了一箱鱼干润滑剂 靠着GPS来到边境的某个偏僻之地 这里是逃亡墨西哥的关键 果然,远远开来一辆皮卡,下来三个人 Michael提供货物,而他们安排飞机透渡 原来呀,舌头需要医用消化干油 但很难从正规渠道搞到 Michael埋在植物园的正是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拿到,所以才找了包装相近的鱼干润滑油来冒充 没想到舌头验货直接给验了出来 就在要杀死Michael的关键时刻 苏克雷及时赶到 原来,他的女友逃了婚 为了躲避纠缠,跑到了墨西哥散心旅游 那不正好Michael也去墨西哥吗 所以一路追到这儿,跟Michael会合 眼看舌头是血流不止 姓名不保 两个手下其实都是他的亲戚 哀求放他们去医院救人 也说出了飞机降落的位置 Michael当然履行承诺 放了三个人 没想到临走前舌头改了口 刚才说的是假地址 这叫好人有好报 马虹被放了出来 继续分析纹身 想破脑袋 终于明白了这些数字 看起来更像是坐标 赶紧驱车赶往目标点 这边的贝里克也从昏迷中醒来 女警嫂子过来问话 被谁打的呀 在哪打的呀 出了什么事啊 但是贝里克没法说呀 我不辞辛苦的追到犹他 搞到了500万赃款 结果被同事给独吞了 不能交代呀 只能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过去 转头就劈头盖脸的 给胖头鱼打去电话 而目前的最大赢家 胖头鱼 不得不说真的会玩 直接点了三个小姐妹 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金发的 宗发的 一样来一个 他们要玩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在这里就不理解了 作为一个知识向的电影up主 经过一番调查 这是信誉到错的一种 俗称失分症 所以这三个人 一个是不知道是什么 一个是坚决不干 一个估计见多识广来这不拒 所以再看这三个人的反应 就会有意思很多 特别是黑衣服的那个眼神啊 谈吐正要拿钱 没想到T-Bag突然闯了进来 他提前在包里放了定位的GPS 直接挤下 弄死了胖头鱼 这边的贝里克从医院出门 正巧遇到胖头鱼的尸体送过来 被请到局子里 好好的接受调查 一开始还是打打嘴炮 然而 当警方调取了胖头鱼的电话录音 听到了贝里克的一番威胁之词的时候 大惊失色 明显这就是最大的作案动机啊 贝里克赶紧将500万啊 由他呀独吞的事啊 全盘拖出 但是 晚了 被当场逮捕 Michael和苏克雷遇到山山赶来 会合的林肯和老林肯 四个人边走边合计 估计录音带就在女主手里 只要找到女主 就能扳倒公司 然而此时 马虹也赶到了 有惊无险的逃走 只是没想到老林肯 不知道什么时候中了一枪 命不久矣 兄弟俩将人埋了 虽然三十多年来没有抚育之恩 但毕竟也是为了不牵连家人 不得已而为之 也有他的宏大理想 两人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的女主 被Kelleman绑到小旅馆 一通刑讯逼供 州长死后 公司里的人 没有找到录音的存在 想着必然是交给了女主 所以逼问东西藏在哪 而女主 第一 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 第二 他老爸也没有给过他什么 想交代也交代不了啊 惨遭柔厉 他要是知道也就糟了 是真的不知道 就在水里突然想起 当时在老爸尸体旁边 捡了一把没见过的钥匙 咱家房子也没见过这把呀 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说的 最后肯定是要死 所以咬死不说 此时 正好旅馆老板过来敲门 声音太大 隔壁有投诉 女主趁此机会 一垫熨斗烫过去 跳窗逃走 上次积母打来电话 询问结果 事儿没办成 人还跑了 办事不利 要被灭口啊 Kelleman只能撒谎 不过很快就被揭穿了 等Kelleman再去联系 曾经的同事 发现自己已经被 整个系统除名了 反复自己从未存在 显然 他已经被抛弃 舌头在美国也是通缉犯 接到消息 马虹直接冲到医院 一顿暴力威胁 问出了飞机降落的地点 先联系边境警察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Michael两兄弟来到偷渡地点 目送着苏克雷上路 不约而同地决定留下来 找到女主和录音带 为了老父亲 和自己的一系列冤屈报仇 然而车开到一半 一架战斗机飞来 明显是要去拦截偷渡飞机的 远远的马虹的车也追了过来 一直追到晚上 车被马虹给撞翻了 我就是想问一问 你们从白天追到晚上 是不是各自中途 还加了一次油啊 此时边境警察也围了上来 马虹不能下黑手 只能任由兄弟俩被抓走 另一边的苏克雷呢 原以为能舒服服地飞到目的地 但还是被战斗机给发现 警告不降落就开虎 开飞机的直接穿上降落伞就跳机了 留下蒙圈的苏克雷 不得不紧随其后 Michael和林肯 被抓的消息迅速登上了 各大电视新闻的头条广播 马虹的追查小组成员 无不拍手称快 但只有马虹心里难过啊 没办法对外输 这要是拉到华盛顿 整个公司的事 不都牵扯出来了吗 顶头上司金 要求马虹 无论如何将两人在半路上弄死 立马安排部署 另一边 有钱的teabag 手段的不方便 容易被人认出来 在酒吧看到几个退休的残疾老兵 想打听打听 哪去弄一个假支 结果被一个打台球的大爷给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人teabag原本是想去买一个 你这样一搞 干脆直接抢你的好了 估计也是死得很惨了 然后又去撩了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单身嫂子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心爱的女人 苏三搬家之后的新地址 而贝里克的案子根本就说不清楚 现场还有他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当然了 这也是teabag栽赃的 简直可以说是铁证 贝里克没办法 可以认罪 但前提是希望把他关到曾经工作过的狐狸河监狱 想着还有之前的一帮老同事 以后也能照顾照顾他 往后的日子也好过一点 哪知道老同事也是有心无力 新典狱长为了立威 严格执法 像贝里克这样执法犯法的人 更加要以身作则的当个典范 所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边的Michael兄弟俩被启动了押送流程 一群警察武装到了牙齿 同时吉姆那边也安排妥当 给马虹制造机会 到时候只要趁混乱 向逃跑的两兄弟开枪就够了 吉姆明面上给凯勒们最后一个机会 你一起协助马虹杀人 实际上暗地里只是马虹 到时候确保有一颗不长眼的子弹 混乱中把凯勒们一起干掉 果然在某个隧道 一辆大可车抛锚挡住了去路 所有警察都冲到前面去帮忙 这么多警察一起过去 是打算把车抬走吗 还是说喜欢钻在一起凑热闹啊 甚至看守两兄弟的人也被叫过去帮忙 临走之时 手铐钥匙还正好落在了凳子上 车门还正好没有关好 隧道的逃生出口又正好打开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这不就是让人跑吗 马虹在前面 手里紧紧的窜着枪 就等两兄弟开溜 好来个名正言顺的正义裁决 现在问题来了 不跑 林肯回去就是死刑 跑绝对是埋伏 你说你该怎么做吧 林肯一马当先 迈克紧随其后 马虹呢尾随而去 凯勒们堵住出路 然而没有想到 就在马虹即将动手的关键时刻 凯勒们一枪打过去 竟然将马虹给打死了 他到底是何用意 另一边的T-Bag 终于再次找到了苏珊 心情复杂的暗响了门铃 以上是粤语第二季 十一到十三集的剧情 凯勒们为什么要临阵倒戈 帮迈克和林肯 T-Bag找到了一直以来 悉心恋恋的女人 真的就能重归于好吗 还有悲催的妈宝贝里克 一步步从狱警做成了囚犯 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监狱 不仅得不到任何特权照顾 而且即将面对其他囚犯的报复 他的日子会好过吗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就点个赞 支持一下 点一个关注 及时收到我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推送 本期视频点赞过八万 后续故事下期马上给大家做出来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然后带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